走進世界能見度 慧眼帶您看世界 大家好 我是美玲 歡迎來到世界能見度 今天我們來一起聽一聽看中國的專欄作家天津政經的兩個分析 共青團因一詬病遭團滅 新秘書幫升遷 養憂一患 然後是李強力挽狂瀾救經濟 有未可知 國務院降格成為習近平的國務秘書處 好的 精彩內容馬上開始 請您不要錯過 中共兩會結束 習近平將權力牢牢控制在手中 李克強所代表的共青團勢力 鲨魚而歸 從權力格局而言 放眼整個中共系統 習近平已經找不到像樣的對手 這就意味著他將會全力實現政治野心 未來的中國政局不確定性會更大 天津政經研究員陸修遠認為 習近平的個人成長經歷非常坎坷 他天生具備華爾代基因 卻在動盪的年代顛沛流離 習近平自稱是瞭解基層 只不過是受時代裹挾 在鄉下插過隊 後又從中共官場基層做起 直到達到今天的黨內最高領導人地位 習近平的仕途並非是一番風順 而是起線式的生鮮 與習近平相比 共青團系出身的代表人物之一 李克強的早年經歷則是順利很多 李克強進入大學就讀 讀博後被選掉 最後成為中共國務院總理 不同的經歷導致不同的認知 習近平認為共青團系的官員是共產黨內的寄生蟲 從他的個人角度考量是講得通的 上個世紀90年代初 胡錦濤被鄧小平指定為 黨國隔代接班人之後 共青團系成為中共官場升遷的一個選項 後來逐漸發展成為汗落飽收的升官發財的途徑 即在共青團任期內 可以掛靠在黨的接班人的名義 利用各種方式搞創收 時機一到就出任地方政府要職 共青團出身的官員 儘管在級別上不如黨政一級的官員 優勢在於提拔得非常之快 在中共黨內 共青團出身的官員因仕途行情水漲船高 即一些所作所為 遭遇引起了不少爭議與非議 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令計畫 從基層做起的習近平自然對比有自己的看法 尤其是當習近平達到權力頂峰的時候 而且還是紅二代的身份 免不了忌憚共青團這種快速發展壯大的勢力 有打壓甚至是消除的意圖是無法避免的 既然該走的走 該留的留 習近平的秘書幫成了事實上的贏家 可是當初習近平查辦周永康之時 率先查處了周的六位秘書 於是周永康及其秘書幫的各種醜聞被擺上桌來 秘書幫也被認為是中共官場團團夥夥的表紙之一 如今風水輪流轉 習近平的秘書幫做大 難免有被打臉的感覺 對此 天津政經的研究員陸修遠表示 習近平和周永康所處的時期 中共黨內的權力格局是不一樣的 習近平的秘書幫和周永康的秘書幫 本質是為了鞏固權力基礎所做出的安排 至少秘書幫是忠誠於他們的喪私 周永康從石油體系中崛起 國有企業跟政府機構還是不一樣的 政府機構的權力更大 周永康1998年出任國土資源部部長 一年之後調任四川省委書記 分管領域和地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周永康的根基並不穩 當初江澤民和曾慶紅提拔他的時候 為了以後防止遭清算 對其也是正點的培養 從周永康案發後所披露出的細節來看 周永康跟習近平有類似之處 就是獨斷專行 囂張跋扈 這種官員所要求的是下屬一定要忠誠於他 死心塌地的替他辦事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看到周永康提拔了很多秘書出身的人 其實就是替他辦事 尤其是當他的權力越來越大的時候 周的秘書幫除了替他辦事之外還要替他勘錢 國家機構一下子成了周家資產 習近平提拔的秘書幫權力方面比周永康走得更遠 已經到達頂點 相比之下 習近平的秘書幫的權力更大一些 他們會努力幫助習近平實現政治野心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假如中共政局進入動蕩期 他們所帶來的危害也是不容小覷 上周李強被中共中央任命為二號人物 之前關於他升任總理的猜測一直是不絕一耳 直到猜測變為現實 特殊之處在於 李強未經過國務院副總理的歷練 直接成為政國級領導人 處於何等的信任 讓李強如此大紅大紫 面對習近平的信任 李強最大的挑戰是如何拯救中國經濟 好的 接下來我們就來繼續關注一下 李強力挽狂瀾救經濟 尤未可知 國務院降格成 習近平國務秘書處 天津政經研究員陸修遠認為 習近平這次付出了巨大代價 才把李強等一批所謂的秘書幫 提拔到重要的關鍵位置上 尤其是中共政治局常委 除了趙樂際和王滬寧之外 其他四人都是習近平的親信 這批人上來之後 不見得要被習近平寄予厚望 以李強為代表的習近平常委團隊 可以被看作是習近平的影子 替習近平看著最高權力 李強之所以被安排成為中共的第二號人物 其中不乏有是溫州人的靈活性 以及在商演商的行為邏輯 可以說溫州的官員與大陸其他地方相比 還是有一定優勢的 尤其是在處理政商關係方面 可以說到了無人能擠的地步 然而這並不代表李強的做事能力有多強 只能說明他的執行力不錯 是否能力挽狂瀾 其實應該打個大大的問號 陸秀遠稱 舉例說 從李強出任中共國務院總理後的首場新聞發布會來看 可以看出他的思維很活躍 但是缺乏對國家宏觀經濟層面的一些實質性的論述 恰恰證明李強或許基層經驗豐富 可是放在縱觀全局的一個關鍵位置上 不見得是一件好事 與李克強相比 李強的短板可以說是非常明顯的 李強被重用的首要原因是 他對習近平的忠誠度 習近平把李強放在二號人物的位置上 也是因為放心才敢如此重用 不過也不要簡單的以為習近平信任他 提拔他 把他扶上二號人物的位置上 就是一味的放權給他 以習近平以往用人的規律來判斷 辱辱可以在一夜之間逆轉 這樣變相 說明李強的工作其實不好開展 陸修遠繼續指出 從最近公布的中共中央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中進行分析 國務院的權力被進一步削弱 中共組建中央金融委員會 國資委 化歸 中央社會工作部 包括國務院 港澳辦公室 也淪為了擺設等等 從中也可見 即便李強有多麼受到器重 國務院體系實際卻遭到了不斷的矮化 這些舉措說明 中共中央機構改革 且加強黨的權威 縱而削弱國務院的權力 這就意味著 在習近平的席任期中 國務院有一個重要的行政機構 正在逐步淪為習近平本人的國務秘書處 習近平在完全控制局面以後 對李克強執掌的國務院體系下了正手 習近平執政前5年 與李克強是合作的關係 那時 他的根基不穩 而且面臨著周永康 薄熙來密謀政變 還有江澤民 曾慶紅等人的製走 所以他需要李克強的國務院系統進行合作 通過反貪腐運動來鞏固自己的權力 直到第二任期 習近平在集權的過程中 免不了與李克強發生衝突 李克強是學術型官員 習近平則擅長官場的權鬥 習也開始為自己的下一任期做鋪墊 拿國務院開刀成了B選項 這也是李克強越來越弱勢的原因 因為習近平手中的權力越來越大 習近平和李克強在經濟方面的分歧幾乎是公開的 而此時 李克強處在被架空的狀態之中 基於此 李強和李克強兩人的權力基礎是不一樣的 李克強是中共元老 清點的接班人 李強則是習近平一手提拔的傳聲筒 陸修遠分析認為 雖然李強有習近平的眷顧 然而他的權力基礎很薄弱 此前也沒有經歷過國務院副總理的過渡期 他屬於空降國務院當一把手 李盛國務院這個龐大的行政機構尚需時日 面對重整中國經濟的大目標更顯得具有挑戰性 李強先天性的不足 在追尋習近平的意志與如何拯救經濟進行抉擇 如何快速控制國務院 如何服眾 都是他眼前面臨的棘手問題 李強是秘書出身 一路走到總理的高位 習近平之所以重用李強 是希望利用他的親和力來掌控國務院 進而替習近平辦事 李克強走下舞台 李強上位 也標誌著習近平為代表的紅二代 在中共的最高權力截逐中完勝 從習近平的態度不難發現 他對徐彥峰濃厚的團派有很大意見 他認為團派官員沒有接觸過基層 不了解中國現狀 激生在黨內汗落保收 做黨的接班人期間 可以利用各種名義搞創收 實際一到就出任要職 可是治國不能只是微觀分析 也要有宏觀的格局 就是說 李強在這方面存在著天生的短板 從這一點進行預測 李強能夠扭轉腿式的願望 恐難實現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分析報導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